好 各位早上好 现在是早上7点半 待会我们会进行第二轮的传调 这现在有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开一下 我们这是在北根的民宿 进门后就是客厅 有电视机 和小雪柜 还有一张沙发 往前走的话 这间就是小房 有两间 里面有两张单人床 有风扇 这间是大房 里面有三张单人床 这间就有空调 后面有两间卫生间 早上就不需要增上厕所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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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搞錯了!再來! 喔! 爸爸的功德!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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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的功德! 吃法粽! 吃師傅的粽! 又是恐怖! 小小! 嗯! 小小! 有有有! 沒出力! 喔! 這不是馬達古拉! 啊! 小魚! 小魚! 喔! 馬達古拉! 啊! 啊! 喔! 喔! 有小小想咬我的手! 我沒有人怕! 喔! 有嗎? 有嗎? 出聲呢? 隨便吃都有幾分重量啦! 三餅的東西啊? 帶起來了嗎? 三餅的東西! 九餅的! 喂! 不要啊! 這樣要體身啊! 下面 哇! 龍尖啊! 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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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力! 喔! 看到來了! 阿拉古拉! 阿拉古拉! 應該跟我走啊! 阿拉古拉! 阿拉古拉! 這隻只值錢啊! 我買! 60元一條! 好! 嗯? 阿拉古拉! 喔! 阿拉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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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從北根回來了! 從金輪坡出發到北根 大概需要三個小時的車程 所以一般上我們的調程 都會安排在兩天或以上 感覺上在時間管理方面 會比較划算 來!我們來複習一下地理 北根是坐落在 彭亨州東部偏南 距離他的首府 關丹大概是45公里 也是我們BOSS Coupe的出色地方 北根同時是坐落在東海岸邊上 所以是飽受東北季後風的影響 一般在11月到3月都是風港的時間 你們上一集在我們出航之前 看到一個很大的閘口 那個就是拿來防洪的作用 所以打算去北根釣魚的朋友 就需要早點安排時間和傳奇 其實我們之前也是打算在 風港的旗艦的串口旗 出去海調 但是就是海浪太大 所以就一直延遲到現在 過了風港旗過後我們才出航 因為安全地 讓你愛的人安心 讓愛你的人開心 這一次我們是沒有達到目標 所以還有回去的藉口 這兩天傳釣是一條Airbag都沒有看到 和我們之前比較這趟的釣成的魚 或是少到可憐 你現在看到的是我們兩天所釣到的成果 其實出海釣魚還是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什麼天氣啦 潮水啊 海水的混濁等等 你知不知道什麼是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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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什麼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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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就是 但是我覺得這次漁獲少的原因 應該是因為拖網船 在我們第一天出海釣魚的時候 到了第一個釣點的時候 整個海面都是拖網船 至少有失量拖網船 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拖網船 對海洋生態帶來的破壞性有多強 這種捕獄方式是屬於一種毀滅性捕撈方式 它會導致到魚苗或小魚的死亡 而且當拖網船在海上來回拖掛的時候 海底的多樣性的生態 如珊瑚礁就會受到破壞 而導致海底荒漠化 破壞所有海洋生物的棲息地 當我看到這些拖網船在海上來回的時候 我的心是在淌血 來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在北根所用的鐵板的顏色 就是這個顏色 黃色加青色 這就是北根的顏色 雖然這次用這個鐵板 沒有釣到太多的魚 但是這個是你去北根一定要帶的顏色 還有就是這個粉藍色 藍色加粉紅色 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次我們釣到最大的海雷 就是用這個顏色釣貨的 這些銀色或藍色 就是一般是比較通用的鐵板 因為在海裡小魚的顏色 一般都是這樣的顏色 所以這種顏色是比較通用的 銀色這種鐵板就準備多個兩三條 因為PALAGUDA很喜歡咬銀色 牙齒非常鋒利 他咬外一點就送給他 我在這次的釣慾中 我就送給了他兩隻鐵板 但是如果你有預算 就全部顏色都買了 如果你是剛入坑鐵板釣的話 你就可以針對不同的海域 帶不同的顏色去 重量就40、60、80 都是非常通用的在北根的海域 如果流比較大的話 就可能去到100和120克 還有一點 就記得是把你的三叉鉤拿掉 因為如果有如意我之前所說的 北根的海域是有大部分都是散乎膠盤 所以一般如果你是沒有拿掉你的三叉鉤的話 你就會很容易掛底 就會掉到地球了 這次在北根船吊的費用主要是租船還有民宿 一天的租船的費用是1100馬幣 民宿是120馬幣一晚 三天兩夜就大概是2440馬幣 當然這些開銷是不包括你的食物飲料 還有你的車費 這艘船是同時可以容納4個人同時釣魚 所以我們這次的釣程就大概一個的話 750塊左右 裡面就是包括了我們船釣 租宿 食物 還有車費 當然北根也是有比較大的船 可以容納6到8個人 但是船費就會在1600到2000多左右 租比較大的船的好處是你可以去到比較深的海域 那你就會有更多不同的魚種 比如說星斑 GT 其餘也是會有可能釣到 我希望這些資料是可以幫助到想要去北根海釣的朋友 影片就到這裡啦 謝謝你們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鬥魚的頻道的話 就麻煩大家訂閱一下 see you guys 我們在下個影片再見 bye